Hello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非常荣幸我的两首音乐作品 星渝和何光同春能够同时入围 2021十大年度国家IP评选 我认为国家IP应该是能够体现民族精神 展示文化自信,反映时代特点的作品 星渝这首歌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它是即将发布的同名VR动画的主题曲 它源自于一个童话 讲述星星坠入大海变成大鱼的动人故事 它关于亲情、梦想 也关于成长与责任 这首歌因为勇于自我挑战的主题和内容 进入了东奥村的文化中国展区 也在东奥赛场上想起 用勇往直前相光而行的信念 鼓励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们勇攀高峰 《河光同春》是生物多样性公约 地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的主题曲 而我作为这次会议的公益宣传大使 非常非常荣幸地能够演唱这首歌 这首歌像是一次天地交响与天地精神的对话 也是多彩世界与多元文明的辉映 希望能够用音乐传达出日月和光 天地同春的景象 也向世人展示我们相依相伴 共生共荣的美丽家园 希望我入围的这两首音乐作品 能够为社会传播积极力量 反映时代之声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投票 祝愿2021十大年度国家IP评选活动 能够圆满成功 为我们临选出真正能够代表国家形象 并深具影响力的优秀IP作品 在最新一期的《你好!星期六》中 人间百灵鸟周深 因为在一个游戏中 模仿狼角持续44秒上热搜 引得现场嘉宾连连惊呼 精灵本人面容模糊 这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唱歌事业吗 不会影响到你 会影响到我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好棒 还可以 还可以 而在2020年的青春环游季第二季 最后一期青春合唱大赛中 周深也曾贡献过一次68秒的拉长音 帮助春游家族赢下了游戏 你看有精力 你20秒就够了 这哪uated速度 周深 vielä有63秒 那我太长了我做不到 17 18 50 51 52 73 54 55 56 57 58 59 60 ah 周深的高音实力众所周知 其空灵缥缈的吟唱 更是成为他歌声的防伪标志 很多人因为大鱼而认识了周深 近几年周深展现的综艺天赋 也让他受到了很多综艺节目的欢迎 深入人心 我们的歌 歌手 天赐的声音 创造营2021 流淌的声音 让更多人了解到周深超强的业务能力 每年的音乐直播吸引了无数粉丝驻足 他的实力也被更多的专业音乐人和主流媒体所认可 成为了很多电视剧和国漫OST的演唱者 频频登上各大晚会平台 令人心动的offer 了不起的长城 奔跑吧 青春环游记等则让更多人知道 周深不仅音乐细胞发达 幽默细胞也是首屈一指的 尤其是在青春环游记第二季中 和杨迪组成的双胞胎组合 贡献了不少节目看点 在搞笑综艺上也认真对待每一次舞台 更多人因为他善良谦逊 幽默的性格喜欢上他的人 进而关注他的歌声 希望周深发展越来越好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个可爱的大男孩 把更多好听的歌带给我们 另外天字三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哭纱 单曲收听率成功破译 天爱版的嗓音跟民谣歌手陈红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开口第一句能把观众带入其中 或许是为了凸显陈红宇的唱功 周深做了很大的让步 把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既把自己稳定的唱功发挥了出来 还让陈红宇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而周深的走心表演将该曲重新演绎 赋予自己的感情以及理解 每一句都直击人心 令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个人认为周深的这首《哭纱》 才是全场最佳 实至名归的推荐金曲 除了唱功带给我们的震撼之外 周深的歌声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 《哭纱》这首歌的利益 值得我们细细回味 每次循环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就目前的热度来看 周深翻唱的这版《哭纱》的收听率 已经成功破译 让一首老歌再次翻红 又是一首霸榜全网的金曲推荐 《哭纱》的声音